今天上課的主題是 十論中的第三個論辯 也就是有關於中英的有無 內容涵框第24品 有中英品 以及第25品 無中英品 首先我們先看上週所發的講義 關於第24品的部分 那我簡略的將上週所說的重點 再做一個提示 主張有中英的包括說一切有部 正量部 化地部末中 所謂末中是指他發展到後來 稱為末中 主張無中英者包括大眾部 易說部 說出事部 基硬部 化地部本中 就是指這個 中派早期的一個狀態 叫做本中 本中是指他早期的情況 末中是指這個後期的情況 化地部本中在大皮婆沙論裡面 被稱為是分別論者 陳時論也是屬於無中英論 南傳上座部 或者稱為赤童葉部 也是屬於無中英論 那有中英他的論據 包括校正跟理正 首先校正的部分 這裡舉了阿樹合金 裡面有講到說這個怎麼樣的情況下 眾生入胎 講到有三事合會 第一個要父母交合 第二個母生事實條事 就是指說這個母體剛好是在受孕期 第三個是湘嬰 他剛好到達這個父母邊 那湘嬰就英譽為前踏婆 範文 Gantarva是食湘的意思 前踏婆是以這個湘為食 中嬰同樣的也是以湘為食 所以被稱為叫做前踏婆 那以湘為食的中嬰 這個是只限於玉界的中嬰 那我們要注意到 在經中提到這個前踏婆 提到湘嬰 這個並不是佛陀自己所說 而是轉述古時七婆羅門先門所說 再來第二個教證叫做合戳經 合戳又翻譯成獨子或者英譽叫做婆戳 這個 泛文Matcha或者是巴黎文Matcha 就是小牛的意思 獨子外道都主張有實在的我 所以在發展到這個佛教部派裡面的獨子部 也認為有一個與五韻不依不義的實在自我 那這個獨子部它的部主創部者 就是叫做這個Matcha 所以是以部主的名字作為部名 合戳經裡面他也有提到中嬰 但是這個是這個合戳外道他自己提出的 他說此生命中之後 曾一生生前往於處 在這個中間如何有直取 那佛陀就順著婆戳外道所說 回答說在這中間是這個因愛而取 那在這裡稍微遇到斷句的問題 各位來幫我看看應該要怎麼斷才事宜 砸二含經957經 關於這個有中英論的教證 他是這樣子說 於此處命中 曾一生生生生於於處 當於爾時 因愛故取 所以這裡講到一生生 一生生就是指中嬰 有部就認為這個一生生是指中嬰 那在大皮婆沙論裡面 這句話是這樣子翻譯的 此生已壞 亦曾有情 依止於愛而施設取 那在誠實論裡面 那 要怎麼標 怎麼樣斷句呢 若眾生捨此生已 我們會習慣在這裡段嗎 未受心生生 於是中間 我說愛為因緣 但是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 陳實論裡面講的這個 心生生應該就是 這個前面所說的一生生 那如果是這樣子 此生之後還沒有受到這個 一生生所謂中嬰 這樣子就不對了嘛 所以這樣斷就 假設這個心生生跟異生生是同意的話 那這樣子斷句 就 沒有顯示說這個所謂的 異生生 心生生是中嬰的意思 所以各位認為應該要怎麼斷 有沒有可能是這樣子斷 因為我本來一開始是這樣子斷句 可是 又覺得 不是很順 若眾生捨此生已 未受 心生生於世中間 我說愛為因緣 這個一生生生有幾個可能 第一個是中嬰 第二個是傑出之人 他並不是由這個腹筋母血所生 第三個是上二屆的天人 第四個是變化生 那剛才我們集思廣義 所以 在座有人認為說這個心生生 並不是指中嬰生 所以真正的關鍵點是在這句話 於世中間 就是代表 這個 在兩個生命的中間就是中嬰生 是以愛為因緣 所以就是 剛才有在做這樣解 眾生捨此生矣 未受心生生是指下一輩子的這個 這個生命 在這個中間我說愛是因緣 那這個心生生就不是指中嬰 可能是像剛才我們講的 上二屆的天人 再來第三個校正 是中阿韓經的 善人網經 裡面提到有七善人或者七善逝去 其中有這個 中有滅 因為原文是中有滅 所以我就稍微把它 符順原文 從中英滅改成中有滅 七善人指 中有滅、生滅及上行滅的阿那韓 中有滅阿那韓又分為上、中、下、根、三種 上根是很快速就露滅 露滅就是指正 有餘涅盤跟無餘涅盤阿 就好像燒這個麥殼 一燒阿火就熄滅了 中根阿它並不是快速露滅盤阿 就好像打熱鐵阿然後火花向上噴飛而滅 第三個是下根阿需要一些時間才露滅 就好像打鐵的火花向上噴飛阿又往下墜 在墮入地面前阿就熄滅了 生滅也分為三種 第一個叫做生滅 在色界一出生馬上就露滅 本來我講義上是寫上二界啦 但是如果根據中阿韓第六經 善人網經的話 它是針對色界來說 所以我這裡做了一個修正 等一下我們會解釋為什麼沒有講到無色界 第二個叫做不行滅 在色界出生之後不施加情形而入涅槃 就好像打鐵的火花啊 墮入少量的草心中 把這個草心燒光了而熄滅 第三個叫做行滅 在色界出生後啊 勤修行到才入涅槃 行就是指表示這個努力修行的意思啊 就好像打鐵的火花 墮入大量的草心中 行滅是大量 不行滅是少量 墮入大量的草心中 把大量的草心都燒進了而熄滅 至於上熄滅 則是在色界中 經歷兩次以上的向上受生 就好像打鐵的火花燒進草心之後啊 又往旁邊燒啊 燒到春藝燒到成鍋燒到山林燒到曠野 而熄滅 再來 也是 教證 經中講到 見札造作善惡業 受苦樂見札之生 投生苦樂見札世間 應當知道有中因 根據這個經文知道有中因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裡講到說 受苦樂見札之生 投生苦樂見札世間 他認為這兩個不是同義詞 所以這個所謂的受生 是指受中因生 受了中因生 然後再前往到他要投生的地方 所引用的經文我特別用顏色標記 代表說我並不是非常確認 是否就出自於這個經文 經中講到四種存有 本有、死有、中有、生有 本有是指 入胎受生 第二剎那乃至死亡前一剎那的存有 死有是指死亡那一剎那的存有 中有是指死後到這個受生之間的這個存有 生有是指這個受生一剎那的存有 這個經文在現存的南北傳經文中是 這個南傳尼科爺跟這個北傳阿涵是找不到的 所以誠實論他是否定有這個經 他說這個經文是不順服法相 第六個教證 經中講到七種存有 包括五道有 五道有就是地獄有、畜生有、惡鬼有、人有、天有 還有業有跟中有 這是出自《常阿涵時報法經》 只有在這個經文裡面才找到 陳時論他也否定有這樣的經文 再來第七是根據《中阿涵經》第六十四經 叫做《天使經》 經中講到說這個 炎王呵斥責備中英罪人 使其顛倒墮入地獄 我們上一週有講到中英是以什麼樣的一個知識去受生的 我們講到說如果是以人為例 人如果要墮入地獄 他是這個顛墜 或者這裡講的顛倒墮 就是頭下腳上這樣子的掉入地獄 那如果人要升天的話 就像是這個 這個 這個劍射入空中一樣 是頭上腳下 那假設說人要投身到畜生或者是惡鬼的話 我們說他是這個 頭跟這個腳是在同一個水平面上 像是游泳那個樣子 不過如果我們真的去細看這個《天使經》 經中並沒有明確的講到中英 經中只有說不做善業的人 命中的時候會生在炎王境界 炎王會以五天使來苛責對方 五天使各位還記得嗎 哪五個 生老病死嗎 還有一個獸行人 所以炎王就問說 你沒有見過嬰兒躺在自己的大小便中嗎 你沒有想到你會再出生 而因行妙牲口異業嗎 你沒有見過老人嗎 你沒有想到你會老 而因行妙牲口異業嗎 你沒有見過病人嗎 你沒有想過你會病 而因行妙牲口異業嗎 你沒有見過死人嗎 你沒有想過你會死 而因行妙牲口異業嗎 你沒有見過獸行人嗎 你為什麼不反省罪惡呢 這樣子苛責完 就把此人交付獄卒 抓去地獄中 頭下腳上的墮入地獄 那這個有中英論者 就認為說 這個炎王境界 炎王苛赤的罪人 他是在一個中英狀態 還沒有到地獄 對還沒有到 就是對有中英論者看來這個是還沒到地獄啦 接下來是藉由宿命制的經文來證明有中英 這個宿命制講到說眾生投生此處 那這個是藉由宿命才能夠知道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們在這個地方死亡到下一個地方出生 這個位置他是有間隔的 所以必須在這個中間的過程中 要有中英聲從這裡前往到另外一個地方 那宿命制就是藉由中英而知道眾生在這裡死亡 而投生到另外一個地方 再來是用關於天眼智的經文來證明有中英 經中講到說用天眼見到諸眾生死時生時 那這裡的意思是說 所謂見到眾生生時是指這個中英生啊 對於中英論者認為這個死時跟這個生死 這個下一輩子的這個生命啊 它中間一般而言是有一個這個過渡過程啊 所以現在見到這個死時正死時正生時 所以這個正生並不是指下一輩子的出生 而是指死亡啊馬上升起中英生 再來又講到 經中說眾生被五運所細伏 因此從此世間到彼世間 這個是出自雜含經七十四經 在我們今天所發的講義 最後面有附錄出來 地點在社衛國奇數幾孤獨圓 這時世尊對比丘們說 有五取運 哪五個呢 社取運 受想行事取運 於此無聞凡夫 不如時之色 色疾 色滅 色的滋味 色的過患 色的出離 由於不如時之的緣故 於色所要 要是喜好的意思 對於色啊 喜好 讚嘆 細酌而助 助是停留的意思啊 被色伏所細伏 被內伏所細伏 不知根本 這個根本我認為是指五運啊 不知邊際 我認為是指苦的邊際啊 不知道出離 這個就是 魚吃無聞凡夫啊 由細伏而生 由細伏而死 由細伏而從此世至他世 所以 有中英論者啊 他就是 這個 根據這個 由此世至他世 有一個前往的 這個中英 作為此世他世之間的過渡 與筆 與筆 筆是指他世啊 也 由富而生 由富而死 這就是 魚吃無聞凡夫啊 隨順這個自在的魔 而陷入魔網中 隨順這個魔所化作 而被魔王所 而被這個魔父所細伏 被魔所牽引 受想行事也是這樣 多文聖帝指 如時之色 色疾 色滅 色的喜樂滋味 色的過患 色的出離 由於如時之的緣故 不貪喜色 不讚嘆色 不細酌諸於色 不被色伏所細伏 不被內伏所細伏 知道根本 知道經濟 經濟是渡河的意思啊 知道出離 這個就是 多文聖帝指 不隨細伏 不隨細伏而生 不隨細伏而死 不隨細伏 從此事至他事 不跟隨自在的魔 而不陷入於魔手 不隨順魔所化作 而不被魔所細伏 解脫於魔的細伏 遠離魔的牽引 受想行事 也是這樣 所以重點在這裡 就是被這個色伏所細伏 內伏應該是指內五韻所細伏 由於被這個五韻細伏的緣故而生死 而從此事至他事 重點就在這個 從此事至他事 可以證明有中因 那在底下的解說中 我有新增了一些 有中因論者 在這裡的意思是說 從此事間到彼事間的 即是中因 順政理論卷23 他有引用這個經文 他依據這個經文指出 一切未離色灘 都被色伏所細伏 因此沒有為世相續流轉這回事 就是說 我們講說中因是為世的五韻 那如果說沒有中因 你直接像這個南傳講的 死心結束 下一剎那就是結身心 是下一輩子 這個就是為世相續流轉 只有世相續流轉 沒有色 那這個有部認為沒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因為這個人還沒有離色灘 所以他必然是有色的 新的相續必然是跟色一起 才能流轉前往受生處 因此必定有中因 中因是為世五韻 各位了解這裡的意思嗎 如果按照南傳上桌布的說法 我們此事的最後的心念刹那 叫做死心 死亡心 那死亡心結束之後 下一刹那就是次事的結身心 所以這個死生是相續的 那有中因論者認為說 沒有這種心相 就是說 藉由心相續而死生相續 一定是有這個中因 而且此事到次事之間 他有一個過渡階段 不是馬上連結的 因為他說 處所有間隔 我這輩子投身在 比如說台北 我下輩子投身在紐約 難道我現在斷氣了 我下一秒鐘就在紐約受生嗎 如果這種情況 按照有中因論者叫做 處所有間隔 所以換句話說 有中因論者認為 我現在在台北死了 我下輩子 因為我的這個業力牽引 是要下輩子投身到紐約 那這個 我下輩子的業 跟這個中因的業 是同一個業 就是我的受生業跟中因業 那我們講過說 中因的形體是相似於下輩子你投身所 比如說假設我是投身到紐約當貓的話 那我的這個中因的形體就是一隻貓咪了 對 所以這個 就是說 你這個中因的業跟你下輩子要去向的那個業 是同一業所牽引 所以我做這個批評 所以說 這個你的中因是向下輩子 你所要投的那個道的那個形體 那台北跟紐約它是處所有間隔啊 所以你怎麼可能一剎那之間 咻的就過去呢 而且按照有部說 我們還在浴界嘛 我們還有這個色灘 怎麼可能只有這個心意識這樣子去 心意識馬上就受生 我們只有心的相續 而沒有一個微細色的伴隨 這樣各位聽懂嗎 五韻是色受想行事嘛 中因是微細五韻 所以它是有物質性的 微細的物質 我們還沒有離色灘 所以在我們這個 從死亡處到投身處 中間一定是有物質的 有物質伴隨著我們的心事 剛才講的是有中因的校正 接下來是屬於理證的部分 這裡引了 這裡使用兩個理證 第一個 世人也相信有中因 而說當人死的時候 有微細四大從此生離去 原文是寫五陰的陰啊 那梵文的這個Skanda 它除了基劇的意思之外 它也有身體的意思 所以這裡我把它翻譯成生 將因Skanda翻譯成生 第二個理證 凡事有中因便有後事 如果沒有中因的話 捨棄此生後 尚未受後生 中間因斷除 以下依據大皮婆沙潤卷69 來說明 大皮婆沙潤舉出有中因的理證 眾生從南瞻部州死 頭生到北聚如州等等 如果沒有中因 此生即死滅 彼生尚未生 中間因中斷 如此則彼生本無而有 此生也本有而無 順正理論卷23 進一步說明這個理證 未曾見過世間相續轉的法 處所有間斷而可相續生 既然認許眾生從此處死而投身於筆處 便應承認有中間連續的中因 譬如道骨 從種子到結果這一相續過程 腫牙筋等等 在不同的位置相續生起 在此過程中 處所必定沒有間斷 眾生死生相續也是如此 刹那續生 處所必定沒有間斷 因此必有中因 所以他講這個中間間斷的問題 主要是這個處所的問題 他舉這個我們 從死到生就像是 稻骨從種至果一樣 這個種子生牙 牙在另外一個位置 可是是臨近的位置對不對 那從牙到筋 筋是在另外一個位置 可是他是臨近牙而有 這樣各位理解嗎 所以就是在這樣的一個相續過程中 他位置是臨近臨近的 他沒有間隔 那從這個稻骨的 從種至果這樣的一個批譽 那眾生從死到生的相續也是這樣 他這個處所是臨近臨近相續 而沒有間隔的 那怎麼樣處所臨近相續沒有間隔呢 所以一定要有中因在這個過渡階段 所以我比如說在臨北死了 我投身到紐約 我就是靠著中因啊 讓這個中因 就是中因前往嘛 所以這個處所是相續而無間隔 這樣各位理解嗎 因為這個心一定是相續的嘛 那問題是這個處所呢 有不認為這個處所也要相續啊 靠中因從此致比啊 接下來我們看無中因的論述 首先要對有中因的這個理證校正提出反駁 第一個是針對阿蘇合金 阿蘇合金我們上一週有閱讀過 我稍微再提示一下它的重點 這個經文的背景啊 是一些婆羅門啊 認為這個婆羅門的總性是殊勝的 其他的不如啊 婆羅門是從犯天的口所生啊 是犯天的這個 是犯天之子啊 但是啊他們聽到佛陀說 四種性通通都親近啊 四種性只是名字的安利而已啊 那他們就決定啊 要請阿蘇合婆羅門啊 去向世尊去結問啊 那 世尊啊就 為阿蘇合講了幾個例子啊 比如說這個 是只有差地利或者是婆羅門這些高種性者啊 才能夠到河邊洗澡啊 把他的污垢去除乾淨 還是啊 守陀羅 肺色啊 這些較低種性的 他們不能夠啊 把身體清洗乾淨呢 是不是一切的人啊 各百種人啊 都能夠把身體清洗乾淨呢 那阿蘇合說 是啦 這個所有的人都能夠洗淨身體啊 那佛陀又說 那是不是這個 婆羅門差地利利啊 才能用高檔的這個木頭啊 作為生火器具來生火 那 肺色跟守陀羅啊 只能以這個較差的這個木頭啊 來生火啊 那 是不是這些各式各樣的人 都能以各種不同的木頭 作為器具來生起火呢 那阿蘇合說 對啦 這個一切不同的人啊 都可以將火生起啊 他們生起的火焰 都是有火焰有色有熱有光啊 能夠做火的功用都沒有差別啦 那佛陀 就 為他講了往昔的一個事件啊 就說從前啊 有一些這個影視 住 住在某個地方啊 那他們也是認為說 只有 婆羅門總姓才殊勝啊 其他都比不上 那這時啊 有阿斯羅提皮羅仙人啊 就問這些這七個婆羅門先人啊 說你們知道自己的父母嗎 那這婆羅門就回答說啊 知道啊 我的這個父祖輩啊 七世都是婆羅門啊 就是他的這個婆羅門血統是七世純正啊 那阿斯羅仙人就說 那你自己知道這個自己的受胎嗎 那其他的婆羅門就回答說 知道啊 以三世和會而受胎 第一個是父母要交和 第二個是母親的身體可以受孕 第三個是前踏婆已經到來 那阿斯羅又問說 那你可知道說你自己的這個中英啊 是男是女啊 是什麼種姓啊 從哪裡而來啊 那這些仙人回答說 不知道 那阿斯羅仙人就呵斥說 你既然不知道你是什麼 你的中英是什麼種姓 從哪裡來啊 那你們怎麼好意思說 這個婆羅門的這個 總姓是最殊勝啊 血統最純正啊 你們的先祖是從犯天的口所出生啊 那這些仙人就 沒有辦法回答啦 那佛陀就接著講 又舉了一個譬喻啊 他說 有一個婆羅門啊 他有四個兒子 兩個啊 好學問 兩個不學問啊 那這個婆羅門啊 要對誰先讓他第一個坐下 第一個用餐呢 阿蘇和就說啊 那一定是這個好學問的兒子啊 第一個入座 第一個用餐 那佛陀又問說啊 如果這個犯字有四個兒子 如果這個犯字有四個兒子 兩個好學問 但是不精進啊 喜歡行惡法 兩個不學問啊 然後但是他們好精進啊 喜歡行妙法啊 那這個犯字是先讓誰 第一個入座 第一個用餐呢 阿蘇和就說啊 這個是讓這個不學問 好精進喜妙法者啊 先第一個入座 第一個用餐 那佛陀就說啊 你先前是讚嘆學問啊 後面是讚嘆慈戒啊 意思是說 你自己是自相矛盾啊 你自己也是承認說 這個 學問跟這個精進慈戒比起來啊 慈戒精進者才是最殊勝的啊 並非有學問的婆羅門是殊勝啊 所以這個是經文的大藥 那因為經中講到說 這七個仙人認為說 說他們 這七人講到說 他們是怎麼受胎啦 父母交合啊 母體是 母體正在這個受孕的時候啊 相因已至 所以 有部啊 就根據這個經文說 有中因 那 陳時論他怎麼解釋呢 他說 你這種說法不正確 為什麼呢 這七個婆羅門先人啊 不知道中因是誰 從哪裡來啊 便沒有中因 如果有的話 為什麼不知道呢 所以我把下面的解釋再念一下 阿蘇合經講到 古時有七婆羅門先人 宣稱婆羅門總姓是最殊勝的 其先祖是從梵天之口所生 阿斯羅皮提羅先人質問這七婆羅門 是否自己知道受胎 七婆羅門回答說 父母何惠母生條事 中因已至而入母胎 阿斯羅又問這七婆羅門 是否知道自己中因是什麼種性 從哪裡而來 七婆羅門回答不知道 就說他們雖然說是這個中因到了而入胎 可是你的中因到底是什麼種性 從哪裡來卻不知道 那陳時論就根據這段經文說 事實上中因是沒有的 不然七婆羅門怎麼會不知道呢 阿斯羅便呵斥這七婆羅門 既不知道自己中因種性及來處 怎麼能夠宣稱婆羅門受生清淨而殊勝 其先祖從梵天之口所生呢 所以各位可以理解論主的一個反駁嗎 也是根據經文來反駁 說有中因來入胎的 這個是婆羅門的說法 但是實際問他說 那你這個中因到底是什麼種性 哪分焉來的 又說不知道 所以事實上是沒有 再來針對第二個校正 何戳經 何戳經講到誠意深深 在這個中間 以愛為取 因愛故取 那論主就批評啊 說 你們的說法不正確 為什麼呢 此經中問一事 而回答另一事 何戳問的是這個 深意神意啊 那佛陀回答 最後回答的是 中因是因愛故取 何戳 佛陀佛羅門啊 既指 生和神相意 生是指五蕴 神是指我 因此佛這樣子回答 中因中有五蕴 所以我下面有解釋啊 在何戳經中 何戳問生跟我的意義 佛不回答 何戳指難說 佛能既說 地子始始生彼 這一位 生留於此 我前往五道 生跟我別意 佛回答 對於有執取者 既說他的受生 凡事無執取者 便沒有受生 何戳就質問說 生死於此處 亦生於彼處 在此中間如何指取呢 佛回答說 此時因愛故取 以愛取為因緣而受生 論主根據經文 認為說 佛謹是隨順何戳 中因階段如何指取的質問 而說中因有愛取等五蕴 亦在表明 我並非離五蕴別有 就是說 因為對方這樣子問了嘛 那我就順著這樣子回答 並不是代表說 佛主張有中因 再來是根據 善人網經裡面講到 有終有滅者 那這個 終有滅者啊 如果直接按照範文翻譯 叫做中波涅槃啊 安達蠟是中間的意思 中間 巴瑞尼瑪影是波涅槃啊 所以實際上應該翻成中波涅槃 那有不把這個中啊 把他檢視成是中因啊 那論主說啊 這個阿納涵啊 他其實是在欲界和色界的中間受生 在此中入滅 因此稱為 因此說有終有滅 實際上是 範文裡面並沒有這個有 沒有這個怕吧 這個字 為什麼呢 《如今中說》 人死何處去 何處生 在何處 這個 何處去 何處生 在何處啊 意思是沒有差別的 他引用這個經文 何處去啊 論主的意思是說 這個何處去不是表示中因啊 從這裡去哪裡 這個何處去不是中因 其實跟你出生是同樣的意思啊 這裡 陳時論啊 採取分別論者的主張 所謂終有滅 一直阿納涵命中捨離欲界 他出生在色界的邊緣啊 他還沒有到達色界的根本天 就露滅了 所以那個不是中因啊 是他已經出生了 我們看一下 善人網經 在講義的後面 經中講到七種善人 地點在色衛國聖靈幾孤獨園 這時佛陀對比丘們說 我將為你們解說七善人所往至處 以及無於涅槃 仔細聽好好的思維他 這時諸比丘受教而聽 佛陀說 是 七善人是哪些呢 比丘應當這樣子修行 我者無我 也沒有無所 當來無我 亦無我所 以有便斷除 以斷就得到捨 捨是指平靜的心理作用啊 對於存有的快樂不攔著 對於會和不攔著 如此修行的人 無上襲擊是指涅槃啊 是會之所見 然而還沒有得正 比丘這樣子修行 前往至哪裡呢 就好像燒賣服 一點一燃燒啊就熄滅了 當之比丘也是這樣 還有一點點慢 沒有進除 五下分解已經斷除了 五下分解是 身見戒取疑 慾灘跟撐 得到中波涅槃 這個是第一善人所往至處 世間地如有 世間地如有的意思不確定啊 那我是把它理解為 世間確實存在著這樣的 這個善人所往至處 再來 比丘應當這樣子修行 我者無我也無我所 當來無我也無我所 以有便斷除 以斷便獲得捨 對於存有的快樂不攔著 對於會和不攔著 這樣子修行的人 無上襲擊啊是會之所見 然而還沒有得正 比丘這樣子修行 前往至哪裡呢 就好像這個鐵啊 燒得很亮 全都自然用錐去敲打它 這個念蹦 蹦就是噴出啊 噴出火花飛到空中 飛上之後啊 就熄滅了 當之比丘也是這樣 還有一點點慢沒有進除 五下分結已經斷除 得中波涅槃 這是第二善人所往至處 世間地如有 所以剛才是 才一燃燒就馬上滅了 這個是火花噴出去飛到空中了啊 飛上去才滅 接下來 比丘應當這樣子修行 我者無我 亦無我所 當來無我亦無我所 以有便斷除 以斷就獲得捨 對於存有的快樂不懶著 對於會合不懶著 這樣修行的人 無上襲擊是會所見 然而還沒有得正 比丘這樣子修行 前往到哪裡呢 就好像這個鐵啊 燒得很亮啊 這個全都自然啊 用錐來敲打他 噴出火花飛向空中 從空中上面啊 又掉下來 還沒有掉到地面啊 就熄滅了 當之比丘也是這樣 還有一點點慢 沒有進除 五下分結已經斷除 得中波涅槃 這個就是第三善人所往之處 所以這裡講到 中波涅槃有三種嘛 一個是一燃燒就熄滅了 就說他在中英的 按照有部的解釋 在中英過程中很快就證得 有於涅槃而入無於涅槃 那第二個就是他有火花噴出來啊 在上空就滅了 第三個是他有火花噴啊 然後又掉下來 但是還沒有接觸地面 就熄滅了 所以他有分一個是樹滅 一個是沒有那麼快的滅 還有一個是需要一些時間才滅 那接下來講到第四 他這裡做的屁浴室啊 這個鐵啊燒得很明亮啊 全都燒起來啦 用這個錐去敲打他啊 噴出火花飛向空中 這是已經掉到地上了 掉到地上了才熄滅 這個叫做聲波涅槃 就是他按照有部的說法就是 他在社界出生了 第五個啊 第五個啊 這個屁浴室 這個噴出來的火花飛向空中啊 它掉到少量的這個新草上面啊 把它燒 燒了之後啊 才滅 所以 一個是掉在地上才 就馬上滅 一個是要燒 燒一陣子才滅 所以這個叫做 北傳的經文講是有形波涅槃啊 南傳說是無形波涅槃 如果按照誠實論的觀點啊 是無形波涅槃啊 比有形波涅槃更快 更快正阿羅漢果 等一下會解釋 再來第六個譬喻啊 這個火花啊 噴到空中啊 掉下來 是掉在很多的新草上 第五個是少新草 第六個是很多的新草 那把這些新草都燒光了 火才熄滅 這個是叫做無形波涅槃啊 但是如果根據南傳的經文 這個是有形波涅槃 到底有形波跟無形波哪一個先哪一個後 等一下我們會說明 第七個譬喻啊 這個火花飛到空中啊 剁在很多的新草上啊 那把這些新草燒完了啊 又往旁邊燒啊 燒村落啊 燒城鎮啊 燒山林燒曠野 把這些全部都燒光之後啊 到達路邊或者到達水邊 或者到達平地火才熄滅 那這個是比喻啊 這個阿納涵啊 他在社界啊 劍刺的向上出生啊 這個叫做上流波 上流至哪裡呢 社界的最高天 阿加逆叉 就是社究淨天 這個是第七善人所往至處 最後是講到無魚涅槃啊 比丘應當這樣子修行 我者無我 亦無我所 當來無我 亦無我所 以有便斷除 以斷便得到捨 對於存有的快樂不攔拙 對於和會不攔拙 這樣子修行的人 無上襲擊是會之所見 而已經得正 我說這個比丘 不至東方 不至西方 南方 北方 四圍上下 便於憲法中襲擊滅渡 所以這個是經文的內容 那各位有注意到 他講這個上流啊 我們講說這個上行 波涅槃啊 他其實不是光指到這個社界 就社界 這個社就今天而已 他也可以到無社界 所以在大皮婆沙論第175卷裡面 他有做針對這個七善事 他做了一個解釋 首先第一個問題是 這個七善事都是阿納涵 而且是針對投身社界的阿納涵來說 那麼為什麼出國和惡國不立為善事去呢 所以其中一個回答是阿 這個阿納涵啊 又叫做不還嘛 他不會回到他原本的這個投身處 他是向上 往上投身不再返回的 可是哪出國惡國啊 他是這個玉界人天往返 他上升之後又再返回 因此他雖然是善事 可是不稱為善事去 所謂善事去啊 就是能夠這個 能夠臨近啊 這個蘇生的善事啊 蘇生的善事是指這個 去是這個去向啊 去向蘇生的善事 蘇生的善事是指阿羅漢 第二個問題是說 為什麼行無色戒的阿納涵不立為善事去呢 那有部的解說是這樣 其中一個解說啦 有色身才有去來等威夷嘛 這樣子才能夠讓這個他人知道是善事 因此有色身者啊 被立為是善事去啦 那行無色戒的阿納涵 他沒有色身 沒有去來威夷 可以使人知道他是善事 因此不立為善事去 另外還有一種解釋 佛是為了要勸誘這些 還沒有脫離喻界的聖者啊 希望他們能夠趕快遠離喻界 因此說色界的阿納涵是善事去 佛不為了勸誘那些 還沒有離開色界的聖者 讓他們遠離色界啊 因此不說無色界阿納涵是善事去 第三個問題 為什麼阿羅漢不立為善事去呢 這個有不得解釋是這樣 向上投身的立善事去 阿羅漢他已經沒有生了 所以不立啊 所以這裡解釋為什麼只說 色界的阿納涵聖者是善事去 那再來針對有形波涅盤跟無形波涅盤者 先後的問題 這個其實我們在講分別賢聖品的時候有解釋過了 因為筆好像有點問題所以我用唸的好了 按照有部的說法 這是根據大皮婆沙潤174卷 有部的說法是行滅再先 不行滅再後 首先我先說明一下經裡面的怎麼說呢 如果在經裡面是兩種說法都有 有的說是先有形再無形 有的是說先無形再有形 那在有部的立場他是先有形再無形 那他說這個有形為先 有形滅 有形滅者他有情修到 但是他沒有肅盡到 就是說他要斷煩惱很慢 那無形滅者他沒有情修到 因為這個形是指情修行的意思 無形滅者沒有情修到 他也沒有肅盡到 惡道皆無 所以有形滅會比較快 這樣各位聽懂嗎 有形波涅盤是比無形波涅盤再先 更快入滅 第二個是根據經部誠實論跟聚色論的立場來說 認為無形滅在先有形滅在後 所謂的無形滅他是沒有情修到 可是他有肅盡到 這就跟有部的說法不一樣了 有部的說法 無形滅是惡道皆無 既無情修到也無肅盡到 可是如果按照經部的說法 無形滅他有肅盡到 那有形滅呢 他有情修到沒有肅盡到 所以按照經部的說法 這個無形滅他有肅盡到 所以他在先 有形滅沒有肅盡到他在後 那第三個是順政理論的說法 在第六十五卷裡面 他說這個不論有形滅或者是無形滅 都是出生在 就是說第一次出生在社界 就得涅槃 他們是在同一世得涅槃的 他說這兩者先後不定 他就不說死 等於是會通前二說 就是說 誰先誰後是不決定的 但是因為這個有情修到這個是可尊敬的 所以先放在前面 放就先說 有形可尊因此先說 所以在中阿韓經裡面 雖然是先說有形後說無形 但是如果根據誠實論 這個無形在先 或者根據南傳的經文 無形波涅盤在先 有形波涅盤在後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剛才閱讀了 中阿韓經、第六經、善人網經 經中講到七善四趣 其中前三種是屬於中波涅槃者 那對於中波涅槃者 有中英論者認為這個中波涅槃 就是在中英階段的時候證這個涅槃 但是如果是按照誠實論的立場 他說這個中波涅槃者 他不是在中英的階段證入涅槃 而是他事實上 他已經在社界受生了 他是出生在社界的邊緣 還沒有到根本天 叫做中波涅槃 接下來針對這個有中英論者所引的校正 建札造作業受苦樂建札之生 投生苦樂建札世間 按照有中英論者的說法 這個受建札生跟投生建札世間 他是不同的意思 這個受苦樂建札之生 就是指受中英生 可是如果按照誠實論的立場 來看這個經文 他認為說受生跟說生世間 意義沒有差異 也就是說這個經文所講的受生 並不是指受中英生 而是指這個受胎 再來有中英論者提出 四有七有的校正 其中講到有中有 那在誠實論看來 他認為這個經是不正確的 不順法相 那我們剛才有提到 四有的經文在南北傳中找不到 七有的經文 只見於北傳長阿涵時報法經 就只有這一經而已 再來針對天使經中所說 元王呵斥責備中英罪人 使其頭下腳上顛倒墮入地獄 剛才也有提到 在經中並沒有說到這個 並沒有明確的說到這個罪人 是屬於中英生 所以陳實論他是認為 這個所被喝責的罪人 他是處於生有的階段 而不是中有 所以炎王所喝賜的這個罪人 他是已經受生了 他不是在中英階段 第七點 這個有中英論者說 佛藉由中英了知宿命 而說此眾生投生此處 比眾生投生比處 那陳實論認為 這種說法不正確 甚至的力量能夠如此 雖然處所不相訊 也能意念而知 這個死生 這個之間是有這個心相訊 那有部認為說 不光只有心還要有這個色生相訊 所以有所謂中英生 那這個中英生能夠前往到受生處 所以這個處所就沒有間隔 沒有間斷 有中英論者認為 眾生命中後 有中英從此處前往彼處受生 佛藉由中英而了知眾生 術士所受生處 論主則認為 沒有中英 眾生死莫處和受生處 雖然有間隔 憑藉宿命制的意念力量 也能夠了知 所以各位知道 兩方的差異的關鍵 就是死莫處跟受生處之間是有間隔 所以有部就認為要有中英從此到彼 可是如果是按無中英論者來講說 這個有間隔又不受影響 這個葉的力量就能夠讓我們受生 再來有中英論者說 引用經文講到 天眼見眾生死時生時 那他們認為說這個生死就是指這個中英生起死 但是陳時論認為這個生死是指將生 死是指將死 並不是指中英 有中英論者引用經文所說 眾生被五運所細伏 而從此致彼 他們認為這個從此致彼的就是中英 但是陳時論認為 經中只是顯示有後事 因此這樣子說 經中並沒有表明有中英 所謂從此致彼只是表示有後事而已 再來是針對有中英的理證 這是根據世人所信 認為死的時候有唯系四大離去 那陳時論就說 世人所見是不可相信的 這個不能作為有中英的根據 有中英論者的第二個理證是說 如果沒有中英 捨棄此身後 尚未受身 中間就中斷了 那陳時論說 陳時論他怎麼樣批評呢 他說 這是業力的緣故 這個人今生投身於此處 那他後事投身於彼處 就好像過去未來雖然不相訊 可是人能夠意念一樣 這裡的意思是說 不需中英從死亡處前往至次次的獸身處 業力就能夠使眾生直接在彼處獸身 所以我們剛才有提到南傳上座部的說法 他說 在我們此生的最後一個心路過程中 過去的善惡業或者是業向或者是去向會顯現 而我們這個下輩子的傑身心就會以這些善惡業或者是業向或者是去向作為目標 然後講到說 死心滅了立即就生起傑身心 所以死生之間是相續的 那在我們要斷氣的那個時候 我們的那個去向就已經決定了